为什么年纪越大,记性越差? 为什么即便事情没有人想象中这么糟糕? 焦虑和压力,还是让你每天较躁难安? 欢迎回到文森说书! 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一般来说,我们提到运动的优点 首先想到的就是让身材变苗条,肌肉变强壮 但最新的科学已经在在证明 大脑才是运动后受益最多的器官 今天要讨论的这本《真正的快乐处方》 作者安德斯·韩森 在瑞典堪称国民医生 他所主持的节目 有五分之一的国民在固定收听 播出时甚至会出现街道清空的状况 我今天会从焦虑、分心、学习记忆这三点分别阐述 那我们首先来看 压力和焦虑的处方签 想到半个月后的组员报告让你感觉到焦虑 现在手上紧错的专案时程让你喘不过气 在这社会中 人们普遍生活在高压与焦虑之下 既然这两种情绪反应会被淫化至今 肯定有它背后的意义 想象几万年前 紧张情趣所带的高度集中力及肾上腺素 可以让捕猎使人类更容易存活 那些为了下礼拜何去何从而焦虑的人们 比起只顾着当前享乐的人类 有更高的竞争力 这么听下来 紧张和焦虑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只是在这五百年间 人类所生活的环境大大改变了 大脑的发育已经跟不上了 比起过去只在狩猎时感觉到压力 现在的我们几乎每一刻都在承受 占据半份薪水的房贷 竞争社会给的隐形压力 抽不到PS5的挫折 为了找到这两种情绪的最佳处方签 就得先了解这背后运作的方式 大脑两边各有一个杏仁盒 控制我们是否该为这件事逃跑或战斗 紧张和焦虑时 其实就是这个杏仁盒一直在发出警告 例如快点跑啊 或是快点进攻 所以你会感觉到恐慌 但幸好 大脑内有两个刹施机制 可以让这种反应不会影响我们太多 这分别是额叶与皮脂醇 只要提高额叶的活跃度 及皮脂醇浓度 我们就能拉长收到警讯 和发生恐慌的时间差 像是在跟你说 等等吧 我们再想清楚一点 这套运作模式看似非常完美 但紧张或焦虑的情绪 正好会耗损这两套刹车机制 所以我们容易陷入越焦虑 就越是焦虑的无限循环当中 这时 脑科学的发展 就给了我们最棒的研究结果 只要散步20分钟 就能为大脑内的刹车机制抹上润滑剂 这种效果能持续24小时 而且只要增强一点运动强度 效果就会更上一层 好处还不止这些 由于运动时 身体的反应 与紧张焦虑时的反应几乎一样 我们会感觉到心跳加速 呼吸变得急促 所以当我们运动时 感受到这种生理变化 最后却是带给身体正面的影响 这样大脑就会慢慢学会 原来当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时 不一定都是坏消息 那当我们下次真正遇到压力时 你的大脑就再也不会做出 如此大幅度的警告 压力和焦躁感 就会减轻对你的影响 有点是在训练大脑 别为了这种生理反应 而做出坏结果的预测 比起这些建立美好的体态 或许是个让我们开始运动的好诱因 当我们面对压力时 刹车系统之一的皮脂醇 会出现浓度下降的情况 这会影响到我们平常燃烧脂肪的效率 而运动 正是提高浓度最自然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我做每件事都无法专心呢? 早上八点半 打开电脑 戴上耳机 你就开始了一整天心无旁骛的工作 多么棒的一天啊 但这多半不是我们的生活 大多时候的我们 就是边啃早餐边看新闻 如果刚领完薪水不久 可能还在逛着网拍的预购资讯 或是请聚特卖会 当我们手上最重要的事情 无法让我们产生足够的兴趣时 我们往往会试图找出 更能让我们感兴趣的 也就是更快获得刺激的 在医学上 有种精神症状 就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也称ADHD 它并不像其他症状如此定义清楚 所以在资讯遍地可得的现代化社会中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站在注意力不足的某个位置上 只是程度不同 而医生对这些病患 所开业的药物 就是维持大脑内多巴胺的浓度 多巴胺是用来刺激你的大脑 该做这件事 不该做这件事 而这些ADHD患者 大脑内的多巴胺浓度低于一般人 也至于他们得不断去寻找新事物 来感觉到足够的刺激 可是多巴胺的浓度提升 我们也能从运动中获得 一项数百人参与的实验当中 只要一个人开始跑个五分钟 大脑内的多巴胺浓度就会开始提升 提升的比例 依照运动的激烈程度而有所不同 随着运动结束后 这种高浓度可以维持一整天 所以 如果你在白天需要更好的注意力 那在起床之后 散步或跑个三四分钟 是个不错的投资 它可以让你在白天时更容易专心 也更容易感觉到幸福的事物 如果暂时无法这样做 在工作时 敢用站立是个温和的替代做法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老了之后 什么都记不住了呢? 为什么小时候学什么都好快 老了之后就开始健忘了 你有过这样的感慨吗? 经过脑科学的实验证明 你的想法是没错的 大脑会在我们出生之后 开始不间断地萎缩与成长 会发育新的脑细胞 来适应新的环境 修剪掉用不到的脑细胞 就是因为这种修剪的过程 所以一个人在幼年时期 若无法接触某个语言的话 长大之后即便学会了 也很难像母语这样流利 这个成长和萎缩的拉锯战 会在25岁时开始逆转 这时候开始 每年我们的脑容量 就会减少0.5% 所以等脑容量变小 用来记忆资讯的器官 海马回也会跟着萎缩 所以难道我们就得一直笨下去吗? 其实有个解决办法 而且是唯一的办法 运动是目前所知道唯一一个 可以让大脑分泌一种保姆细胞 这种细胞 可以保护大脑及海马回不再萎缩 一项数千人参与的实验显示 每周只要散步3次 每次超过30分钟 这显得脑容量及海马回 竟然增加了1%至2% 而且 运动时会让海马回的供血量提升 这恰恰是我们转换记忆所需要的能量 假设一个场景 你刚学完弹一首歌 5分钟之后再弹一次 大概都没问题 但3天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会忘得很干净 这就是我们没有把短期记忆 转换成长期记忆的问题 而运动提供给海马回的高宫血量 就是能提升这记忆转换的成功率 这样看来 运动真的可以帮助你学得更好 除了以上这几种情况 忧郁是不少现代人会遇到的问题 忧郁症患者就像ADHD一样 是一个很难定义清楚的疾病 现在医学界所知道的 就是这些患者 脑中的神经传导细胞比一半人更少 这些人会对原本有兴趣的东西 忽然性质缺缺 会把每件事都往最糟糕的方向去想 于是抗忧郁的药品出现 就是为了提高神经传导细胞的浓度 可是这些药品 却不见得对全部人都有效 主要是因为 我们不确定这些患者 到底是缺少哪一种传导细胞 而运动就能避开这种问题 当心率开始改变 大脑就能判断出是缺少哪一种 并给予补充 以向最终半年的实验 每周运动三次的分为一组 吃抗忧郁药的分为一组 结果这两组的改善情况是一样的 当追踪期延长至三年 运动组的复发率比吃药组少一半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运动可以改善这么多问题 我们却毫不知情 答案就在前身上 那些制造抗焦虑药品 和抗忧郁药品的公司 每年有数十亿美金的预算可以行销 但关于运动改善大脑的研究 可以说是零预算 所以才会让我们不知道 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即便是这样子 那些正在服药的病患 也不要断然停药 吃药配合运动 才是更理想的组合 这会让病情更快好转 复发率也会降低 纵观上述所提到的 运动的确能带给我们莫大的影响 但这边有几个注意事项 首先 不要运动过量 当我们肌肉承受太多损害时 身体的血液 反而会拿去治疗肌肉 而不是用在改善大脑 第二 如果跑步对你来说太困难了 可以用散步的方式来替换 但不能用重量训练 因为这些实验都是来自有氧运动 在还没证实 重量训练可以达到这些效果之前 请用散步来替代 第三 方间流行的剑脑游戏及记忆游戏 基本上 只能改善你玩这款游戏的能力 并不能让你的大脑变得更灵活 这本《真正的快乐处方》中 提到采用何种运动规律 才能更有效地面对焦虑 关于记忆方面 谈到如何把握运动黄金时期 利用运动前搜刮资讯 在运动中学习 在运动之后 进行记忆巩固的方法 说完这些 如果这本书你只能带走一项知识 就是记得 我们的大脑 还无法适应变化过快的现代化社会 但我们都有着一颗为运动而生的大脑 所以只要我们遵循古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 每天动一动身体 就是真正的快乐处方了 我是Vincent 我们一起用运动来获得真正的快乐处方 如果未来作品值得你期待 请别忘了按订阅 我的Instagram和Podcast 也欢迎你们来这里找到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